第七題 這次一隻角都沒有給你 但我們要找面積 因為我們要用另一條公式 這條公式實在太少用 所以我連格子都忘記了給你 這條公式叫做希羅公式 或者叫做海龍公式 看看你認名如何認法 實際上都頗無厘頭 我給你一個三角 三條邊我們知道的 三隻角不知道的 我們可以計算到面積 然後我們要將周界的一半 即是我們設計一個新的數字 叫做小S 小S等於三條邊加上隨意 計算完這個數字後 我們就說面積其實就等於 開方S乘以 X-A乘X-B乘X-C 即是S和S-每條邊相成 這四個東西相成 每條東西的單位都是Cm 所以這裏面應該是Cm四次 開方便變成Cm二次 所以這是一個面積的公式 實際上 其實使用的機會真是很少 最多可能是一條MC 這樣問你 所以教大家一招 你的計算機 Formula很多條 Formula02 就是希羅公式 實際上 其實 雖然 希羅公式 是在 考試範圍 即是DSE的範圍 但是 出的機會真的沒有太多看過 所以 當作知道一件事 就可以了 今天 講講怎樣寫 如果真的要你寫的話 你的寫法就是 首先 模擬拉間接一個S 等於 三條的 周界 相加 除二 計算 即是18除二是9 然後 面積 等於 開方 9 9 7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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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